伊斯兰党在下届大选要硬起来跟希望联盟全面开党 那早前传出由阿兹敏领导的雪州政府呢 使出了狠招先发制人 切断并冻结了一党雪州议员 每人高达80万利级的成年拨款 那后来阿兹敏还透过媒体 告诉气得跳脚的雪州一党议员 那你们有什么事不满的话 哎没有关系 可以跟他阿兹敏坐下来 慢慢喝杯茶好好聊 哎这摆到明啊就是要把闹脾气的一党议员 拉回谈判桌上来商量 那有没有一党议员是真的去见了阿兹敏谈谈的呢 雪州一党议员不满拨款被冻结 雪州大神阿兹敏说 雪州一党老大沙烈汉已经约了他 不过还没有见面谈 但是有好一些其他众议员已经找过他谈了 好了阿兹敏要坐下来谈的 除了有在外的一党 还有在内的希望联盟雪州一起谈判 口水战炒完一轮之后 这位同志也是希望联盟雪州主席的阿兹敏 昨天晚上已经发了信 邀请四个成员党 在后天七号一起坐下来开会 好好谈一谈议席要怎么分配 这段期间关注度根本是 爆灯的雪州一起谈判进展 阿兹敏只有一句话想告诉外界 再给他们一点空间和时间 好吗